有改變,這句口號已經深入民心 至少是我們社民連的成員 不怕孤立,才可獨立 又是深入民心,我們自己面對自己 還有一句就是 四面受敵,白面威風 我們有一張海報 漫畫家Cusson幫我們畫的就是 四面受敵,白面威風 社民連過去這一年的時間 當然我們不僅在議會抗爭 我們做了很多社會運動 最近這次我們反對校園嚴讀 這也是我們提出的日期一 在這個禁讀委員會那份報告書出之後 說現在香港青少年濫藥的情況很嚴重 特別是校園 於是他們想到幾個絕世好竅 一個就是在赤漢邊境都嚴讀 一個就是校園嚴讀 另一個就是家長有權找個弟弟去嚴讀 我就說如果你未做好任何配套之前 這種嚴讀是絕不可行 你反給毒品等於禁毒 你一定要有一個源頭去剷斷它 才能全部的毒品是大陸來的 現在沒有人吃百份 它全部是棄仔 棄仔精神科藥品 隨時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不剷斷大陸來的源頭 你不能搞 我說你像香港青少年和整個社會對立起來 見到家長他閃 見到教師他閃 見到社工他閃 因為社工抓他嚴頭髮 教師抓他嚴了 家長抓他嚴了 兼嚴頭髮 大哥 怎麼搞 還有驗完之後的資料 怎麼保存 怎麼處理 會不會將來寄他大哥 很多標籤效應都沒想清楚 還有驗了如果有三萬人 那些年輕人 那找什麼地方來裝他們 全都來做 現在一興奮你上來 曾蔭權就以為 得到所有教掌教掌學校支持 我們來吧 這樣就來了 好像這些這樣 我們又在推動 現在最近很多青少年團體 還有一些社會 社會 社會組織 都開始這個議題 很緊張 現在最近這段時間 是暑假 大家又在說這件事 我們有很多司法抗爭 我們今年的十一月 司法覆核 在高等法院 海庭 就是司法覆核 這個立法會功能組別的 團體票 公司票 產生的那些功能組別 是違憲 我們在立法會的組成 其中三 三十個議席 是由功能組別選出來的 大家比較熟悉的那些 教育界 法律界 會計界 醫學界 那些是有界別裡面 那些合資格的成員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但是有一半的功能組別 是由團體和公司投票產生的 例如 霍振庭代表的演藝 出版文化 體育界 他一個人代表四個界別 組成一個立法會議席 每一屆都只有一個候選人 就是這個大小姐 大小姐 這個阿哥 編忽自演藝界 除了他的兒子 喜歡扣女 扣點名聲之外 還有他自己 以前的老婆朱玲玲 是香港小姐之外 編忽自演藝界 有關係 才怪的奇怪 他字都好像 不太多姓 文化 喂呀 體育界一好 他有夠正落給他 沒有人跟他選的 大哥 他可以做到團戲為止 再不然就被霍啟光做 可以誓習他 是吧 香港總商會也有一個議席 是吧 工業總會也有一個議席 中華創商會也有一個議席 然後下面的屬會轉 工會有三個議席 共產黨包辦了 我們現在司法覆核他 如果我們在高等法院贏官司 他要上訴 十二個政改方案 不用我出來談 大哥 如果我馬上申請法庭 一個請不請就是 立法會這十五個十六個議員 當選部校 哇 真好玩 你填下牌 所以我們這種做法 再加上我們提出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 兩樣東西已經搞到整個香港 這些建制派民主派全部兵方馬亂 其實不是我們聰明 不是我們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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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我們一帕無錢 我們有傢伙 我們肯去做 而民主派二十年 你不肯做 這樣吧 那如果又來 我們現在總共加上三十多張傳票 我一回去九月十五號 就去上法庭東區法院 連續上控任 我們就跟他拼 大哥 我們除了在議會裡面抗爭 我們的司法覆核 打官司 被人告 我經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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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怕他坐牢系 都不陪他坐牢 他襲擊 2007年年底 在禮均府後 偶欄燒車 他在那裡 幫助他走過去 他們保護方主 免得先拉幫助 因為他進去托水 大哥 他被人拉 托水 打武 找律師 他拉幫助便見 所以他不被幫助走過去 逃軍行動 兩個人都被人告襲擊 罪名成立 但是我去聽審的時候 哎呀 我真是糟糕 下個禮拜選盤 然後選盤 那天選盤的人 我就撿得激烈一點 又拿著橫額 然後門口的記者 都放了一些咪 都拼咪 我準備好悲哨 不宣佈我們 兩個成員被盤 任辱 政治迫害 這樣子 怎麼知道法官不就快 盤他 社會服務你 襲警一定是坐牢 對嗎 那你前面有前科的非法集會 又一旦 非法集會 長毛淒涼 每個禮拜都有 因為前面一百小時 社會服務令 已經做完了 現在再做一百五十小時 給他攤 我和我一計算 游到明年 那個法官說 我下句判你社會服務令 那我找個金法官和你聊 那兩位就說不要了 法官大人 我已經是立法會員 每天都社會服務 你不要判我社會服務令 那不判你社會服務令 那不判你社會服務令 還是判你坐牢 對嗎 他有紅袖犯 不判我們坐牢 我已經準備好了 做主席的身份 很沉痛地 悲憤地宣佈 我們兩個成員被盤有痛 一個區議員 一個立法會議員 一個賭軍 他有紅袖犯 這些全部都是要付出代價 你一石身就不行了 是吧 要坐牢 大哥 不坐牢 就是社會服務令 我才知道你立法會議員 是吧 又要花錢 打官司這個好過癮 師徒說 多可憐 七八歲 他四張全票 他問天台做節目 被人謀簽了 他問大哥 他是大哥 難道他壞臉 說我 拘捕我不對 他問他 我不會罰錢 我坐牢 這樣啊 華叔七八歲 多悲哨 你知道嗎 他都不會讓你坐牢 我跟華叔說 如果罰錢 他全併罰 他坐牢 他不是的 他幫你交進去 幫你交 你坐牢 你幫我交 我不認數 六個立法會議員被告 我跟法會議員說 你不要交進去 你不要交進去 他幫我坐牢 六個立法會議員被告 六個立法會議員被告 他知道嗎 劉博庄的節目 嘔吐都算抵死 專門的立法會議局 你明白嗎 接著每個都上了身 你無計 李卓人 李明達 劉慧卿 我 張超雄 華叔六個立法會議員被告 現在在排隊的這官司 想法庭不妻 到九點鐘 去到 等一頓猛 接著聽法官 發急風 然後律師 我們坐牢 我沒有請律師 我一定自便 到時我就演講 我就在那裡聯絡 大哥 你要法庭這個場 怎樣 演講 大哥 付出代價 這是很過人 對吧 所以 那些罵我們的人 對吧 就是 他說 他說 你說他不明白嗎 又不是 對吧 就是我們那些敵人 當然 你打開了文匯大工 當然 都會罵我 如果文匯大工 債我 我就會跳樓 對吧 就是水洗擂精 真的 對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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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大工資 沒有 大家 原來這個訴求 好